好啦,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神秘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款遊戲啊 這款遊戲叫做史萊姆獵人 那我自己也是沒有玩過幾遍 好,那我這邊跟大家一起 來遊玩這款遊戲 好啦,那如果說你進來遊戲之後 你就會跑來這個創建角色的地方 那它看起來跟風之谷有那麼一點點類似啊 然後它也是一個2D橫向卷軸動作的RPG 那我們馬上來創建角色,看它到底有什麼職業 哇,有戰士、弓箭手跟魔法師啊 這個...完全不知道選什麼 我來看一下它這個角色有什麼 四轉種類,達成150級可以進行這個四次轉值 這個...放個...這個風 你真的是戰士嗎? 好,OK,我們來看弓箭手 弓箭手的話... 哇靠,這個是什麼? 你沒寫說是弓箭手,我以為它在射毛毛蟲啊 很好 好,這是我們弓箭手,等一下我們選個來玩看看 魔法師 這個看起來就比較像是魔法師啊 那沒關係,我們先選個戰士怎麼樣 我們先選個戰士怎麼樣 好啦,一個一個給它介紹 好,那... 角色名稱... 打個神秘秘就好了好不好 OK,進入遊戲怎麼說 好啦,進來這個新手任務啦 有沒有看到右邊這個 五倍經驗值活動進行中 五倍經病活動進行中 五倍掉落機率活動進行中 哇,太棒了啊,這個... 全部都加倍啊,我們先看看這個新手任務到底在幹嘛 欸,我有技能可以用耶 我來用一下看看 無攻擊對象 哇,這什麼啊 要有攻擊對象才行就對了 OK,好 那我們... 先過完這個新手任務 欸,這什麼啊 迪亞...查克拉的幻覺 這怎麼長得有點像... 某個東西 沒關係,我來打掉它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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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這傷害很高耶 這怎樣打... 喔... 準RUN耶 喔... 這打起來很爽耶 哇靠 哇,他打這個... 各十百千 好體罩了吧 怎麼會 這...不可能 不要以為 就會這樣結束 以為世界作為代價 你這傢伙 喔...不為拉 喔... 好耶 隨著時間流逝 人類... 再次繁榮 黑暗氣息蠢蠢欲動 哇... 開放新內容啊 太棒了吧 哈哈... 哇... 這個王就被我打死了是不是 好啦... 那應該只是... 前置任務而已啊 就是可以給你看看故事 那沒關係 現在應該才是我們... 正式冒險的開始 怎麼說 要看一下這個... 有這個任務是不是 看一下... 珠諾 哈囉... 我之所以找你是因為... 我幫你準備好武器耶 怎樣感動吧 好啦... 嗯... 武器趕快拿過來啦 接受武器後穿上武器 那...物品呢 哇靠... 他怎麼突然給我武器啊 親自打造啊 來測試一下武器 消滅三隻蘑菇來看看 消滅三隻蘑菇 這還難得到我嗎 欸... 那我現在是可以... 打開我的裝備欄 裝武器嗎 唉唷... 有耶... 傳奇大劍狙擊 太棒了吧 我一進來這遊戲 就直接送我一把新的武器 好啦... 我們現在來打一下... 怪物之前 我們來... 逛一下這個村莊什麼東西 水餃妹 狐狸... 小狗... 你敢信有小狗耶 我看一下他還有什麼東西 呃... 好啦... 不然我們先去打個怪物好了 好啦... 我已經來到了這個打怪的地方了 我來... 來砍一下 喔喔喔喔... 馬上升級 喔喔喔喔... 就六等啦 這升級得太快速了吧 自動配點 唉呀... 自動配點就好啦 唉唷... 我的技能怎麼不見了 欸... 我的技能怎麼不見了 欸... 完蛋了 負面工商 技能怎麼不見了 喔... 在這裡啦 哈哈哈哈 哈哈... OK OK... 喔... 那我們繼續來打怪 喔喔... 7等啦 這速度怎麼那麼快 喔喔... 直接爆一下 可以... 喔...這CD也相當快啊 而且這個Q還可以增加這個... 防禦力是不是 唉呀... 這怪物太爛啦 哇... 又8等啦 這個速度怎麼那麼快 而且... 他的那個... 那個... 打到的吊動物 他就直接幫你 放到你的道具欄了 所以說你不需要 走過去撿 這就是跟風之谷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OK... 哇...你看... 他地上那個香菇 直接幫你撿回道具欄 喔喔喔喔喔... 那如果說... 你覺得... 戰士這個職業 他不適合你的話 你可以... 退出到這個... 選角畫面 然後... 再創建一隻角色 你就可以創... 弓箭手 或說是... 魔法師 好...那我這一次就玩個弓箭手 我來介紹一下弓箭手 看一下他的那個... 技能怎麼樣 好...那我們現在來玩一下弓箭手 看一下技能怎麼說 喔喔喔喔... 一弓直接四等啊 這個比較... 偏普攻吧 那個深等 為什麼他那個技能 都會把我弄不見 來看一下他的技能怎麼說 哇...貫穿劍啦 立馬六等啊 太省了吧 這個比較偏普攻啦 他普攻還蠻痛的 我覺得... 他的爽感... 也不錯... 也不錯... 如果喜歡遠距離攻擊的這個... 朋友喔 也可以建議玩這個弓箭手啦 還不錯 貫穿劍 直接射過去 三個咕咕直接沒啦 OK 再射... 再射... 哇...一箭一隻耶 你敢信 一箭一隻耶 然後... 來... 貫穿劍 可以... 大量的經驗值入袋 來...再射一下 再射一下 那弓箭手的話... 我... 唉唷...怎麼會有個西瓜怪啊 是怎樣啊 西瓜怪好像... 我就把西瓜怪打死看看 看會掉什麼 夏日西瓜怪 血有點厚... 血有點厚... 哇...他有三千血啊 慢慢射... 兩百... 我只能打到兩百而已 來啊...來啊... 可以... 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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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升九等啊 再來... 弓箭手的話... 差不多是這樣 那我們來玩個魔法師 我自己本身會比較喜歡玩法師類的啦 那我來看一下法師類的怎麼說 好啦...那我來玩一下我這個最期待的法師啊 怎麼說 看一下... 看一下他的技能 魔靈彈是不是 喔...一個爆! 雷電! 升了六級! 哇...這個磁場... 但是磁場太強了吧 直接刷一排怪物耶 7等啦... 這應該是練等最快的職業吧 我怎麼都不用做... 我怎麼都不用做耶... 我只要走路就好了耶 我只要走路就好了耶 喔...8等耶 欸...這絕對是練等最快的職業 如果說你們要前期練等最快的話 我是建議你們選法師啊 我建議你們選法師啊 但後期的話我就不知道了 那...可以看一下 這個...而且電的這個持續時間很相當久喔 不過他的CD就相對的...比較長一點 那沒辦法 你就可以用一般的技能 用例如說這個電 他的那個刷怪的... 速度絕對是比剛剛的弓箭手還要快一點啊 然後普攻的話也蠻痛的 一個小球可以一隻 然後...可以看到... 我的電CD又好了 電! 喔喔喔...西瓜怪來了 而且打速度很快 這個刷個西瓜怪等一下馬上衝10等 喔...9等啦 超快的 超快的...然後...喔喔...再電一下 可以可以...西瓜怪打死... 直接上升10等嗎 電一下 來...普攻 10等啊...哇... 剛剛我... 剛剛我花10等也要一段時間耶 我這次一下就練到10等了耶 那... 我已經把三個職業都介紹完了 好不好...那... 我自己認為法師是練最快的一個職業 那我們來看一下商城有什麼東西 哇...我一進商城他就叫我... 買...他就建議我買這個禮包啊 我看一下禮包裡面有什麼... 3500個鑽石 1個迪亞克製作書選擇箱 20個梅特里翁的痕跡 黑魔法珠 還有黑魔法 20個創世力的封印之力 雖然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但是看起來很誘人啊 購買商品 來...幫各位測試一下裡面到底有什麼好東西喔 付款成功啊 喔...已成功購買商品 商品已發放置信箱 那如果說你有成功儲值的話 右上角有個這個信箱 點進去就可以看到 你剛剛購買的東西 領取啊... 成功發放商品 全部領取 哇...我有3500鑽啊 那我們來繼續逛一下商城有什麼東西 哇...又有新的這個...禮包啦 那我看一下...這個... 我們現在禮包有什麼東西 鑽石的東西的話... 喔...不是啦...這是買鑽石啦 我看一下...像是它可以買... 角色外型券喔 然後遊戲...製作材料 還有一些...戰鬥使用的東西 不過這好像是使用金幣啦 我看一下有沒有... 鑽石可以購買的東西 喔...像鑽石... 喔...我看到那個... 高級角色外型卡 900個鑽石可以買10張啊 那這應該是變得像...像是... 那個...點裝吧 我...買看看看一下是不是... 它是可以...改變什麼東西 直接買... 呃...買...先買個10連抽好了啦 開局...一定要10連抽好不好 兩次...大家都知道... 馬上來...開抽...看什麼東西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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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欸...有A級耶...魔法吃鯊魚 喔...抽到一個A的啦... 我看一下... 喔...這個還有這個... 錯過優惠喔... 哇...1700塊只變100塊耶... 但是... 鑽石3000格 它就跳出來說叫我購買... 那沒關係... 直接購買...各位觀眾 這個鑽石是越多越好啊... 喔喔喔喔喔... 這什麼... 傳奇寶珠破壞... 我直接拿到一個超強的武器耶... 我看一下... 有耶... 我可以裝嗎... 裝備... 哇...直接拿到一個超強的武器啊... 我只花100塊錢就可以拿到一個... UR的武器啊... 我只能說這個太棒了... 我看升級要花什麼東西... 呃... 我看一下升級... 喔升級要拿金幣升級是不是... 好那我們等一下來升級一下武器... 然後我剛剛看了一下這個升級系統... 它是把你這個... 你比較舊的武器可以拿去犧牲... 然後拿金幣升級... 所以說你要收集更多的一些... 路上打到的武器... 你才可以把你的裝備升級... 好啦... 那... 這款遊戲... 還滿好玩的... 介紹給各位... 那... 如果說... 想要下載的話... 我會在這個資訊欄底下... 還有這個... 影片的字頂留言放下這個... 下載連結... 那... 這款遊戲的話... 叫做... 史萊姆獵人... 那可以... 趕快馬上去下載... 好... 那我們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 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那再跟各位說一下... 有看我這個影片的觀眾... 那... 你可以在遊戲裡面的... 遊戲內設定... 帳號... 輸入優惠券... 輸入優惠券編號裡面... 輸入這個... 編號... 然後... 就可以獲得... 高級角色外型卡10張... 那... 趕快加入這個遊戲... 立馬輸入... 在一個星目... 那天... 的... 幾個星目... 2... 高級角色... 2... 1... 1... 3... 1...